这篇棋讲解是运筹帷幄 1998年的五阳碑冠军阳行赛 红方许天宏 黑方是许天川 开局是中炮 对屏风马身行 那么这红方上边马 黑方就近七足 形成的是坐炮风驹 红方只能过河驹 形成对杀之势 现在吃了一个足以后 暂时没有座位 就退回 那么现在这个棋多走 就是飞向 那先上马的话 是一个求变找法 这也是比较积极 但是他的弱点就是 将来这个象会出点问题 这边要平炮吃马 还有打象 而黑方的话 这个棋就是通过一个气象 跟对方斗残局 那许天宏没有选择激烈走法 棋风比较稳 走的是冲冰 那黑方就飞向 这样的话双方进行交换 红方掌局呢 一再骗黑方 如果打僵就反制一僵 然后杀掉你的鞠之后 你一踩 那你的中炮就败丢了 所以呢 黑方不敢轻挤妄动 先吃一个再说 红方就赶紧上马 如果你不上 他金炮就压住你了 那现在黑方的补士 一再呢 要骗鞠齿了 对方也就掉开 现在黑方就上马 将来你要冲冰 我就打掉你 你马走开 我还可以握槽 所以呢 为了减除后换 你就打掉了 那相调之后呢 平炮 又是一打 正常是要落相 但是这个时候不能落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落 他马八进六进来 马六进八 又要踩炮 又要握槽 平就要杀 所以这么一个利用手段 黑方也是为以筹谋 就飞向 因为你现在不能冲冰 我会打你 所以正常应该是选择一个 飞向 那么飞向的话 黑方鞠就不能到河口 黑方会上马 把中兵换掉 将来这骑 双方大体相当 那么红方上马 他是想骗一下对方 那么这儿黑方就骑河 看住自己的炮 那现在红方在飞向 意思就是啊 将来冲冰可以采取利用你 让你表态 那黑方及时的把鞠 拿到右边来做一个防守 到这儿 红方想下底炮 黑方就落向 那么一将的话 他就落个向 暂时没骑 红方到这里的话 正常是要平鞠过来吃炮 然后这个炮一走 推炮再去打马纠缠 但是到这儿以后呀 他走的是G8进3 不想纠缠了 直接对 黑方也就上马了 红方在这个局面下 也就选择了对调 看似呢双方仔细相当 实际上呢 这个棋呀 红方已经要出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 你不能对兵呀 你看似对兵丢个相 问题不大 其实人家不吃你 先上马 卧槽叫杀 等你不是情况下 这个祖国兵吃掉 过去的欺负你的马 所以这个马还是痛苦 对兵就是萤火烧身 首先呢 红方想骗黑方 他的目的就是说 将来把你赶走 黑方呢就准备踩向 红方就飞向 他的意思是 你马一走开 我挺兵一队 这个马放火就没骑了 但是呢 这个骑人家不上马 上马他可以补试 将来对兵了 所以就回来踩你 你敢对兵 踩炮吃你 对方的话到这里 选择泡八金二 到这儿的话 或许啊 他想走泡八瓶九 又怕人家打马 所以是非常无奈的情况下 你想对兵始终对不了 就想吃对方的足 那黑方也冲了 这儿的话进行补试 然后呢 黑方进边族 这个骑啊 三个族都把你制住 那么志在必得呀 到这儿 红方也就飞向 准备呢 就兵三金一 把马放火吧 黑方这个骑 炮八金一 得势不了人呀 你敢去冲兵 我先打你一将 继续过足 所以这骑痛苦呀 对方只能就退了 这样一来的话 黑方就禁 所以呢 最终把你马逼退之后 现在踩着向 再走向的话 还是会被利用 比如说回马踩双 那对方这兵就要出问题 那么他走的是 推炮回去 这儿 你要踩掉 就向脚你 现在 黑方就推炮回来 将来可以平炮 盯对方的兵 对方先回马 保持灵火 那黑方也出老将 这儿做好进攻准备 随时马四金二踢进去 对方的话马而金四 先看住两个兵 那黑方自然泡二瓶酒 盯住对方 所以红方这个子力 过不了河 浑身受制 他是想回马 把对方炮踩走 黑方就先谋取实惠 到这儿 虽然说这个子力是相当的 不过这个骑 你被困住了 对方踩炮的情况下 这个炮一退八 这个骑准备炮一瓶三 绕过来 找机会知识 再往过调 那这骑走的确实厉害 红方的话 现在进炮 这儿的话 就是你现在不管怎么掉 我可以挡你 可以拦你 如果左炮八进八 显得有点失弱 还会被人家回马 踩炮所利用 所以就没这么走 到这儿以后 黑方先过足 不着急 红方虽然有个骑兵 他过不来 红方这也先重一步 再说 找机会上马 把他赶走 那黑方就按住不让 红方这个骑 选择平炮 就打马 黑方就简单把中兵给踩 到这儿以后 红方如果踩掉 那这个骑就亏 但是不踩的话 这个马 留下来 没有人家马活 还是应该去踩 他先冲兵的意思是 想利用对方一下 通过踩马 把这个兵给他碰掉 这也是一个积极招法 那黑方就跳进去了 红方一冲 黑方一向 然后呢 这个骑将来 随时可能会下底炮 不过红方认为 他可以马四季二 倒不怕 接下来红方 走马鞋进六 黑方不能直接下底炮 会被利用 所以黑方就先过足 不管你 红方你上来 黑方再平足 所以你这个马 没换掉 这个结果就导致 被围了 那红方现在平炮 偷杀 黑方就上老将 为什么不能进呢 炮就将不足齿了 接下来这个骑 就趁人之围 利用你不想丢这个足 那现在就是让你老将位置不好 但是呢 这个骑啊 关键是 他这个子不够用呀 所以他就马四季三 准备三子汇合 黑方这个骑先平足 红方这个骑啊 他不敢上马 否则一平炮啊 就可能会 或者退炮 打死 因为平炮 他可以踩没用 你上马 他退炮 这样对方就失责了 所以他不敢上 上外马的话 这个骑 也是没啥作用 那么这儿的话 他选择是炮四瓶酒 不炮挡住 他担心这个炮过去啊 下中炮 现在下敌炮 天地炮杀 所以呢 现在这个骑啊 他得赶快解决问题 拦住以后呢 黑方也是趁时退老将 红方五回一撤 把马要赶走 黑方就马歇进就 准备回马之后 打马 跳江 那么红方也就选择退 这不上不去啊 排掉了 上这儿没用 其实将军进去了 所以他就 先退回 那么这里的话 黑方小足一下 把他制住 对方再回马纠缠 那再平足 对方再登 那黑方阻足进 这样就把红方置在家里了 这马现在不活 早是如此啊 何必当初呢 就应该把他换掉 那现在这个骑啊 炮就心思 赶快把炮压住 担心一炮就拿起来 到这儿黑方也不着急 先打马定位一下 红方这时候呢 就甩过来 你吃一个 我吃一个算了 到这儿的话 苦如记啊 那关键是 黑方他不愿意啊 黑方退回 还打你 红方一看呢 我会马踩你一脚 黑方就平炮 这儿等于说 一个炮 掀住两个马 你没有出路 对方 炮一平久 再去堵炮 担心这个炮 他拿过去 现在黑方就先飞向 不让你过冰 那么这里的话 对方退回 又要打马 黑方这时候 直接就浸泡 盯住马 红方赶紧把这个换掉 黑方就吃 局面到这里 红方 他选择送兵 那为什么要送这个兵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到这儿以后 你正常回来踩炮 他会怎么下 浸泡锁住你 这个马是可以上的 但是这一平足之后 这个马去哪儿呢 似乎也就有上 但是把这个马打了 你肯定会跳一浆再上 但是当你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炮在这里 会吃你的马 所以就是为了 给这个马创造一条路来 所以才把这个兵弃掉 确实是苦肉计 良苦用心 但是呢 这个棋啊 还是不解决什么大的问题 到这儿只是把马救火了 那么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 这儿就上 现在你还是要走平足的马 将来可以跳一浆就上来了 所以呢 这儿你围不住马 所幸呢 黑方为了围马 炮一平气啊 得势不了人 现在你这个马上到半山腰上不去了 炮在这里 然后呢 就平足抓你 对方一看这马上不去 那就有退啊 到这儿的话 黑方就平足了 继续威胁 红方就上 黑方再平 利用规则 你还不能常踩我 你明知道我现在要抓你的司马 你还没办法 这棋呢 就是利用规则逼你 最后下了这里啊 许天轰实在是气得不行啊 就把桌子给掀了 那双方也就不下了 这个棋确实憋屈啊 没法下 到这里 徐云川获胜 这盘棋 讲解是 黄不择路 1998年的五阳碑 冠军妖精赛 红方是胡荣华 黑方是刘大华 开局是向三进武 对战向七进武 这种来自同一方向的 飞向局 称之为顺向 就顺阵 红方兵三进一 黑方足三进一 红方上边嘛 是保持灵活 快速出局 黑方的话也是正常出局 他主要抢了一个三路马 随时可以马三进四 这样的话就会有先手 而红方正常出局 黑方也不着急 上正麻 对方也是上麻 这儿黑方就掌局 想对 红方也是啊 形成霸王局 双方呢 先对掉一个局 这是一种稳健的思路 这样的话 从心态上来看 双方都可以接受 推炮的意思是平炮 将来把局拿出来 如果你要上麻 他就可以马三进四 威胁你两个兵 那红方当然是先掌局啊 你敢上麻 我就吃你啊 那你要平炮 我就上麻封局 所以就是让你这个局 不见天日 黑方的话 局一平四 其实作用并不大 人家可以挺边兵 你局走到河口 那上麻就是踩你 就利用你 所以的话 黑方就强行走 局一平八 这个大局观是比较强的 你要不对的话 他就局八进三 下一步上麻踩你 你这边还来不及冲兵啊 所以这个棋啊 黑方就会抢到先手 所以红方就抢先打掉 不给他机会 黑方也就吃掉 这个棋要注意就是 一定要鞠尸 不要用马去吃 当时王天一对郑维彤 走到这个局面 郑维彤用马去吃 结果鞠在河口的时候 就导致了自己的鞠退回 最终呢 被人家弃子攻杀 围城围得很痛苦 所以呢 用鞠尺 他就可以保持灵活 这个马的位置啊 可以固守中路 那么这时候呢 红方就进炮 正常的话 应该是要进边兵 活动自己的马 或者是进骑兵 去对 那进炮这个棋啊 他是想平炮 把对方马压住 但是黑方进鞠的话 就先吃马了 你现在退鞠看 肯定是被动啊 回马的话 你想压马 人家可能啊 将来就马三进炮上去了 所以这样的话 你的马退回 人家马上去 你这是不利的 所以对方又只能退回 这样的话 黑方顺势把鞠退回 找机会就是要上马踩鞠 红方当然不让啊 你敢上 我就进炮穿你 黑方呢 就进七组要队 这就是平风马 由于单体马的特点了 但是这个前提是要建立在 有巡河区 可以把自己的两个马放活 一旦你两个马收治 那你还不如单体马 所以这个棋啊 单体马的速度简单 稳健啊 但是平风马 它这个棋啊 更富有弹性 但是一定要处理好 不然就会伤了自己 从这个局面来看的话 显然黑方有力 红方挺兵 也只能说是静观其变 黑方顺势就是一脚 那么这里啊 肯定是吃 这儿肯定冲过去啊 吃完之后呢 想上马 又害怕串 所以先进炮 那么你要吃 我就炮打过来 反正抢你的兵 红方当然不肯 挺兵 正常是要对调的 但是呢 红方狙可以守河口 黑方就上马 混水摸鱼 红方过一个 黑方就踩一个 到这儿红方呢 品居一篮 那么你吃的话 它这边也就吃掉 走到这里之后呀 马又进八 它就踩着炮 看你怎么走 那正常的话 也就退到底线 这儿这个马 就钻进去了 红方就保留这个兵 黑方也就甩炮 到这儿以后呢 红方正常上马 因为你将一居呢 它可以落势 这里是没棋的 这儿一将之后呢 就退居抓 黑方也品居 到了关键时候 眼看推炮要打死居 这个棋就问你 怕不怕吧 如果是你走的这个局面 你会怎么走呢 那么一般人 肯定是我补格式出老将 所以红荣华也就犯了 所有人都会犯的错误 这个棋最后就输掉了 到这儿以后 它应该是上马 上马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往里切 你吃一个 我吃一个就可以了 但很多的棋就说 你这个司徒菜简单 那人家不吃 打你军怎么下 打军的话 他这个炮把军打就行了 对不对 那你吃一个 我吃一个 你还能怎么样 双方只是一样多 还过个冰 所以这个棋 应该来说 你下来不要抽我冰 我浸泡看着冰就行了 很明显这个棋 红方可占 那么这儿的话 红仁华走了个不是 这一步棋就输掉了 为什么呢 那同样的道理 你打我拒 打你拒不就完了吗 但是这时候 你是后手 他是先手 你不能打 你一打就闷弓了 所以这个棋 太经典了 那不能打 我等一步还不行吗 对吧 你打我打你就好了 但是 那你后手的话 人家这里就把你炮扯了 所以你来不及逃 这就是先后手的区别了 太有才了 所以说到这里 还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因为黑方三子工程太厉害 红仁华当时也被杀懵了 随手补了个事 结果犯了 所有人都会犯的错误 结果这个棋就瞬间 丢死了 到这儿只能忍输 这番棋 刘大华获胜 就算了